好 所有的资料都显示 国民党立委赵丽云呢 他的农舍现在已经变成了道场 而且没有来做这个造林使用 消息一出 新北市政府立刻派人到现场会刊 也发现农舍真的没有作为农业使用 所以认定赵丽云的农舍是违法的 要开罚 国民党立委赵丽云农舍到底有没有违法使用 新北市政府紧急派人会刊 而是做道场使用的话 依照相关的规定是不合法的 仔细查看赵丽云未在新北市深坑的农舍 因为没有做农业使用 变成道场 新北市政府决定开罚 至于其余土地 新北市府则认定有做造林使用 因此合法 只是问题恐怕不止这桩 赵丽云拿出文件 强调民国98年 就已经把土地捐给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 民进党明代立刻上门踢馆 质疑土地捐赠有问题 农地只能够捐赠给公法人 所谓公法人就是指政府单位 或者是农田水利会 目前台湾的法律只承认这两种公法人 你要捐给其他的司法人 都是不准许的 农舍争议一桩接一桩 尽管国民党立委赵丽云极力澄清 依旧吃上罚单 在内新闻 陈立国秋汉热 王汉杰台北报道 王汉杰台北报道